-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几时通 今天有极点内容想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一卡通吗你的超商活动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全支付日本消费最高可以向25% 紧接着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远银Banky的活动倒数啦 最后则是要跟你们分享RichardGoGo卡从今天起回馈权益直接砍半 如果你在选择2024的超强无脑神卡永逢Sports卡绝对会是一个首选推荐 你见到符合条件的指定行动支付都可以享有7%的回馈 加码5%每个月上线是300点顺利最多可以销到6000块 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Apple Pay Google Pay 神送Pay 以及Gami Pay 而这张讯用卡最强的地方就是国内国外利用这些行动支付都可以稳稳拿到7%回馈 可以堪称是一张非常好用的无脑神卡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是永丰新户的话 其实我最激推的就是永丰大卫卡啦 新户国内国外无脑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无上线 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在合卡过后的10个月都是可以享有加码的 所以你现在神版就可以直接享用无脑3%无上线直接到2025年 那以上这几个都要搭配一个超好用的数位账户就是永丰大户啦 以及老虎和大户等级在30万里面都可以享有1.5%的活除利率 这几个组合绝对会是2020下半年非常好用进可供退可守的组合推荐给你们喔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一卡通玛尼的活动 目前到130年的11月30号 你今天利用一卡通玛尼在全家莱尔夫一届OK呢 消费满额就可以享有50元的回馈 你今天只要单笔消费满50元并且累积三次呢 就可以享有50元的优惠券一张 那每个月呢最多可以拿到两张 除此之外呢 你今天在莱尔夫单笔消费满50元并且累积五次的话呢 就会再额外送你50元的优惠券 而每个人呢限得一张 所以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达成 在活动期间内最高则是可以享有350元的回馈 接着则是来跟大家分享全支付日本消费最高可以享有25%的活动啦 活动啊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告 但如果说你最近有打算去日本的话 可以先把全支付给申办下来 我在猜应该也是全支付绑定指定银行的账户可以享有蛮高回馈的 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最近要去日本的话 抢先绑定 并且消费呢就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了哦 那你今天如果还没申办过全支付 所有推荐码呢 就可以享有50点的回馈 接着这次来跟大家分享呢远迎Banky的活动倒数啦 目前到130年9月30号 你接着要透过领解开户呢 符合条件最高加码88元给你 他的条件就在开户赤月10日之前呢 设定飞约电转账可以拿到38元 接着呢符合上一个条件 赤月10日前任意转账一笔 就会想要50元的回馈 而若说已经有透过领解申办呢 就可以享有半年5万块2.6%的活除利率 超出5万块的部分 零门槛零条件1.4.5%活除利率无上限 基本上远迎Banky真的是2024的无脑数位账户首选推荐 如果说你今天要符合条件拿到加码奖金 首个月的利息呢 就会直接从2.6%上升到4.7% 其实非常的不错 那每个月呢可以想要跨短以及跨提各6次的手续费结明优惠 所以啊如果说你还没示范过远迎Banky 又想要找一个很无脑的数位账户的话 要记得把握机会申办咯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了Richard Go Go卡 或者是台鲜太阳卡玫瑰卡的回馈 回馈全益直接砍办啦 台鲜point 在点数兑换上面呢 从9月27号开始呢 马上进行调整了 原本在于亚洲万里通的部分 270点可以兑换1000里 现在呢10点只能兑换18里 优惠幅度大幅的砍办 除此之外呢也停止利用了Richard Live的App 来兑换亚洲万里通一间 只能透过客服来进行更换的 所以如果说你前面狂刷卡是为了累积里程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大失所望咯 除此之外台鲜银行 从130年10月1号开始呢 消费排除回馈的项目 也有进行调整了 包含呢像是YouTube Spotify Titalk Apple媒体服务 像是iCloud App Store Apple TV等等 还有呢像是Google产品 或者是服务 像是Google Play Google Drive等等 这些通路消费呢 通通都是没有办法想要回馈的 这个调整是所有台鲜信用卡都有影响的 如果说你本身有利用Google卡 台鲜玫瑰Gaming卡 这些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回馈是会直接归零的 那最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几张台鲜Point回馈还不错的信用卡啦 第一张就是台鲜玫瑰太阳卡 目前到13012月31号 天天刷大笔刷呢 都可以享有3.8%台鲜Point回馈无上限 天天刷的部分 包含的超商量贩 加油 交通 外送 而大笔刷的部分 则包含的百货 Outlet 全台餐厅 以及地方旅游 除此外呢 日韩欧美一样 可以享有3.8%的台鲜Point 回馈无上限 那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以上回馈的话呢 都必须绑定Richard的数位账户 自动扣角啦 那目前到104年的1月2号 日韩老师新户呢 都可以享有10万块里面3.5%的脱出利率 那我说应该还没申办过的话呢 透过0.0申办可以享有200元的开户离 除此外呢 还有Richard购物卡 目前到13011月30号的结账账单 指定通路可以享有3.8%的顶数回馈 加码3.5% 每个月上限10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购28570亿元 指定通路在网购的部分 包含的库棚 虾皮某某PC Home等等 行动支付 则包含的LinePay 全支付台新Pay 全盈加配 还有呢 像是订房网站 包含的Agoda Trip.com MBNB等等 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想要有一张免年费 而且回馈非常不错 可以拿来兑换里程的话呢 这边呢 唯一推荐的就是国泰Q卡拉 目前到130.12月31号 指定三大全益方案最高 可以享有3.3%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包含的玩数位 乐想购物以及去旅行 而除此之外呢 你今天在集精选的部分 所有等级都可以享有2%的回馈无上限 而在清晨月的部分 最高则来到10%的回馈无上限 而在来支付的部分 符合条件的LinePay 则可以享有2%的回馈无上限 那他条件呢 就你今天必须绑定三大国际行动支付 包含Apple Pay Google Pay 以及神送Pay 而有关于国泰Q卡呢 是前几天才公告第四季的回馈 那我已经有拍过影片 我也把详细影片放在上面 有兴趣你都可以点开观看 那国泰Q卡在里程兑换上面 我自己觉得还算是非常有优势了 长龙跟亚万呢 360点可以兑换1000里 那你今天可以直接在App上面来进行兑换 3%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12元1里 5%就是7.2元1里 10%呢 则是3.6元1里 而华航的部分呢 则是840点来兑换1000里啦 那一样是可以直接在App上面兑换的 3%的部分 28元兑换1里 5%则是16.8元来兑换1里 10%的话大概是8.4元兑换1里 国泰Q卡可以把它当成是一张里程神卡 而且它可以换的里程真的非常多 只是啊它没有机场接送的服务 以及贵宾是稍嫌比较可惜了 但是如果说一件事里程初心者的话呢 我认为国泰Q卡真的会是一张不错的首选推荐 最后想问大家你有在27号之前 利用台新Point来兑换里程吗 1.马上换光光 2.来不及换 3.完全没有兑换里程的欲望 事其他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今天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不然喜欢我订我记得开箱 那才不会说我每次上线片 想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 都欢迎放到Instagram 或赞的粉专 你可以叫会员帮助我穿的观众 精美优良朋友 训练我现在见了 不不 前几天我就在跟官官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我已经赶快把那个台新Point都换完了 因为他其实自己 他都会换 亚腕的里程 那其实我们 我跟官官都很常私下 会在讨论哪一张信用卡 回馈好 那个活出力率非常高 等等的 那其实我觉得台新Point这样改 确实是蛮可惜的 好不容易 有一个很有优势的里程 兑换 然后马上就改成 就是 直接砍半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可惜 就等于是 你基本上都把你的里程 优势给拿掉了 因为里程优势都拼不过国台Q卡 那当然3.8%回馈无上限 你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不错 只是呢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拿来兑换里程 你可能就折抵账单啊 或是去兑换其他的商品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当然 我觉得他生存的时间真的太短太短了 我现在好像是不小心讲什么都会 不小心预言中 因为我前日就 我在这张信用卡 推出的时候 我就有说 大家可能要兑换 要尽早兑换 因为他的优惠 我在猜可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久 但我没有想到 寿命这么的短 所以如果未来有任何的信用卡 推出还不错的优惠的话 想要申办的话 真的要加速申办 并且优惠就是尽早使用完毕 避免他提早调降咯